收到那条短信时我有些不敢置信 短信内容很简单 能借我点钱吗 卡号62XXXX 信息来自全天下最漂亮的柳如烟 我犹豫了片刻将卡里所有的钱转过去 一共32,626元 我想柳如烟应该是真的没有钱了吧 否则怎么会联系我 破产了 被封杀了 被绑架了 我脑子里瞬间跳出各种可能 几秒后 手机响起了被全天下最漂亮的柳如烟的来电 我心里顿时一阵紧张 我与柳如烟毕业后便在没有联系 时隔七年 突然不知道该以什么心情什么语气去接他的电话 电话铃声依旧不停地响着 我深呼一口气按了接听键 柳如烟 反诈骗中心提醒您 诈骗手段千变万化 提高防范意识 要牢记三不一多原则 为之链接不点击 陌生来电不轻信 我被诈骗了 他奶奶的 我的血汗钱了 邵先生 请问您记住了吗 我一时愣神 记 记住了 那麻烦您重复一遍 我突然又忘了 好尴尬啊 这怎么还要背诵全文呢 好了 他就是有点笨 电话那头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 语气略带无奈 灵念同学 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那么傻 柳如烟甜甜的声音从听筒传出 我一时慌乱又紧张 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把钱都给我了 姐姐知道了不会生气吧 柳如烟带着细血的语气轻笑着 我一时雨色 那你还我 他轻轻笑了笑回道 好 再录节目 一会再聊 他清脆的嗓音又从手机传出 接着又补了一句 记得下个反诈 我脸顿时黑了一度 电话挂断 还没来得及多想 便收到了一条转账提醒 柳如烟向您转账 520万元 我望着一串串的铃 眼睛都花了 我揉了揉眼睛 又数了一遍 我掐了自己一下 好疼 不是做梦 520万 柳如烟自己装反诈Apple吗 我想起七年前的那个夏天 我借给了柳如烟520块钱 他说等他以后红了还我520万 我以为就是句玩笑话而已 520万对于他来说可能只是九牛一毛 但是对我这种月薪4500 命笔咖啡苦的摄出来说 简直是天文数字 这笔巨款突然成了烫手山芋 让我不知如何是好 犹豫好久 我发了个消息给兄弟 他一个电话给我呼了过来 声音极其兴奋 原来那个傻子就是你啊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你跟柳如烟认识 我什么傻子 兄弟分享给我一条微博热点 柳如烟借钱 我点开直播回放 原是栏目组邀请柳如烟 和其他几个嘉宾宣传反诈骗 中间一个互动环节 栏目组让几位嘉宾装骗子 向通讯录第一位的联系人借钱 柳如烟直接编辑 能借我点钱吗 卡号叉叉叉 几人都嘲笑他 这样要是能上当 那对方可能是傻子 接着柳如烟将短信发送给了 通讯录第一位联系人为傻子 然后本院中我就收到了 再然后把全部家当缩哈了 众人又是一阵暴笑 大家都笑还真的傻子 有人还调侃 就借你三万多 你这人缘也不行啊柳如烟 只有柳如烟默默红了眼眶 低声说了句 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是这么傻 接着就是后来 我被教育提高反诈意识的通话 我点开了评论区 几条热门评论 这个灵念是谁啊 竟然在我女神的通讯录第一位 这个备注就很有灵性了 宠溺中带着无奈 这有灵有整的 不会是这位大哥的所有积蓄吧 这个灵念百分百是喜欢我女神的人 否则怎么会上这么低级的当 只有面对喜欢的人智商才会降低 我头皮有点麻 没想到有朝一日 在班里的对角线 是最远的位置 她是英语科代表 每次收作业的时候 我多半是在和后排的一群学渣们玩梦 她与我说过最多的话便是 交作业 我总是懒懒地回 没写 她红着脸催促我 快写 我总是带着笑打量着她 洋洋下巴 把你的戒我抄一下 那时她总是害羞地不敢抬头看我 低头把作业本人给我就走 身后又总是会想起 班里男生的一片戏谑声 有咱们课代表脸红什么呀 是不是喜欢咱们念歌呀 我总是不耐烦地哄走他们 滚滚滚 别吓嗶嗶 也不知道柳如烟当年 为什么给我备注傻子 我也没那么笨吧 我暗暗地想 那个 其实柳如烟挂了电话后 给我转了520万 现在吧 给她转不过去了 我将后来的事讲给了兄弟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兄弟的大嗓门顿时从电话里传出 那你还不赶紧把辞职信 甩你们老板的托头上 摇身一变富二代了 谁还挣那点窝囊飞 我的念歌呀 狗富贵 勿相忘 大腿快给弟弟抱抱 我揉了揉脑袋 还是毫无头绪 此时 手机屏幕突然亮起了柳如烟的来电 我深呼一口气 点了接听 林念同学 今天有时间聚聚吗 就 下班可以吗 也好 把那笔突如其来的横财 还是还给他吧 好 我等你 接着 他发来一个地址 是一个高级私人餐厅 挂掉电话之后 我便开始心不在焉 虽然是老同学相聚 但毕竟人家现在是大明星 竟然有种网恋奔线前的紧张感 杜苗如年 为了打发墨鱼时间 我忍不住跟兄弟说了 要和柳如烟见面的事 哎呀 快交代 你俩当年是不是有什么奸情 真没有 真的就是普通同学 我当年借了他520块钱 林念 你可真是个恋爱帽 当年借给人钱 现在人一句没钱了 你把自己老本全缩下了 还说你俩没奸情 嘖嘖 鬼都不信 不管 先把签名照给我要了 那可是我的偶像啊 要问当年我喜欢柳如烟吗 应该是喜欢的吧 班上很多男生都喜欢柳如烟 长得明艳动人 性格开朗 又会钢琴 唱歌很好听 在学生时代 这样的女孩 自然是耀眼的存在 她的课桌上 总是堆满了花花绿绿的情书 不过我对柳如烟 只不过是一场 悄无声息的暗恋 当年的自己太步不起眼 脸上还带着青春痘 留着极具年代感的锅盖头 性格内向的一个小镇青年而已 每次操场便遇见她 甚至都不敢打一声招呼 那句喜欢自然是不敢宣之于口 我们之间最多的交流 便是收发作业 她从最前排收到最后排 将全班人的作业 往我桌子上一放 我会帮她把作业 搬到老师办公室 接着 她会从校服口袋 掏出几块巧克力放我手上 吃不完 给你 然后便转身离去 那时候 好多男生听说她喜欢吃巧克力 会悄悄在她书桌里塞巧克力 所以她经常在我帮她办作业后 甩我几块表示感谢 校园的时光总是美好而又短暂 高考结束那天 大家疯狂地合影留住青春的回忆 宿舍楼下 一声又一声地表白此起彼伏 不过 我还是没有勇气向柳如烟 说出那句喜欢 甚至没有勇气去找她拍张照片 我们唯一一张合影便是毕业照 窃喜的是 我站在她身后的位置 青春的最后 是柳如烟找到我 喂 林念同学 留个手机号呗 我们互留了手机号码 她看到我存的柳如烟 调皮地改成了 全天下最漂亮的柳如烟 我忍不住笑了 她打去我 借我点钱买车票吗 我忙红着脸 拿出了钱包里所有的钱 一共520块钱 这数挺好 她拿着几张票票晃了晃 等我红了 还你520万 我又忍不住笑了 好 她站在阳光下向我扬了扬手 笑得极其灿烂 林念同学 你笑起来真帅 以后多笑笑 那个选秀节目 在那年暑假火遍了大街小巷 柳如烟从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 拿了冠军 阳光盛开的夏季 她真的火了 节目结束后 我收到了柳如烟的短信 看了吗 我回她 祝贺你 后来好多天我们没有联系 最后的短信是某个凌晨她发来的 钱我会还的 林念同学 祝你越来越好 柳如烟 也祝你越来越好 此后我们便彻底断了联系 也没有见过面 不过我倒是经常能看到她 娱乐新闻里 综艺节目里 市中心的商场屏幕里 街角向口飘来的熟悉的歌声里 这些年 柳如烟像一只钱力鼓 一路飘红 成了舞台上意义发光的心 坦坦特特摸鱼摸到六点 老板突然通知 来来来 大伙开个会 六点半 柳如烟发来短信 快到了吗 我不好意思回 抱歉 今天加班 要不改天 她回 没事 我再等等 总之那天挺不好意思的 加了一个半小时的半 出门前 我在卫生间的镜子照了好久 25岁的自己 好像和18岁越来越远了 我学会了简单打理的发型 学会了穿衣 当年的锅带头也变成了微分碎盖 常年健身穿衣服 也更突显出了身材优势 18岁时的自卑怯懦 也随着时间和阅历慢慢消失殆尽了 虽然如此 见到柳如烟时 我还是心里莫名一阵紧张 偌大的餐厅只有她一个顾客 尽管经常从手机电视里看到她 但时隔多年 一个鲜活的人站在面前 那种感觉 熟悉又陌生 她穿着一件性感的漏肩上衣 搭配着一条流苏设计的半身裙 展现出优雅又迷人的气质 漏肩的上衣露出了性感的锁骨 水汪汪的瞳孔深邃 似是褪去了少女的歇血羞涩 嘴角处浅浅的酒窝 又平添了几分韵味 嗨 柳如烟 好久不见 我局促着打了声招呼 见到我时 她眼神微微一愣 她笑了笑 变化挺大的 我又莫名一阵紧张 变帅了 你也变漂亮了我回到 跟我出来单独吃饭 你老婆不会生气吧 她玩耳一笑 微微挑了挑眉 没 没有老婆 我尴尬回 女朋友 也 没有 我们生回 这些年没谈恋爱吗 她目光里带着探究和期待 没 顿时好没面子 感觉自己好像的三无产品 工作太忙 没时间谈 我又补了句 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好巧 我也是 她勤着笑的眼神看着我 吃点什么 都 都行 那尝尝她家牛排 好 总之 气氛一阵尴尬 尤其空旷的餐厅里 只有我们两人 直到服务生端来一份牛排 摆在我面前 而柳如烟面前的是一份蔬菜沙拉 你不吃吗 我有点诧异 晚餐不能吃 贵长肉 上镜胖时经 她有点委屈的解释 其实 其实你已经挺瘦了 太瘦了对身体不好 我本想安慰她 柳如烟却侧头看向我 我也没有太瘦吧 我目光不自觉的乱条 察觉到她发现了我看的位置 脸颊一红 没 没有 刚刚好 镜头里没感觉柳如烟的身材很好 但近距离看本人其实还是有料的 而且灵念同学 我身体很好 柳如烟又补了一句 这一下子又整得我不知如何开口了 我 我的意思是结实上身体 我忙解释 她脸颊红着看向我 那你切我一块牛排 我刀叉停在半空 有点猛 也不知怎么想的 净鬼使神拆地切了一块地给她 她竟然用我的叉子吃了那块牛排 干嘛不重新点一份呢 不至于舍不得这点钱吧 还是把钱转给我后自己穷了 不能吧 明星不多很有钱吗 一套高定都上百万 我按捺住脑子里的诸都问好 还是跟柳如烟聊了正题 那个钱 柳如烟 我不能要的 她慢悠悠地插着自己面前那盘绿油油的菜 本来就是还你的呀 当初不是说好了的 一句玩笑而已 我没当真的 我忙解释 我当真了 这是你应得的 你这算是我最早的天使投资人 可是这钱我不能收啊 柳如烟似乎并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她缓缓抬起头 看向我 做什么工作呢现在 摄 摄影师 我一时被她这个转折转得有点猛 一时有点不在线 不知怎的傻呵呵又问了句 你呢 她忍不住笑出了声 歌手 空气一阵安静 我缓了缓情绪 又问了句 你没有无险一惊吗 她忍着笑 弯着嘴角 挑眉看着我 认真开口道 没有无险一惊 没有周末双休 也没有加班费 呵呵 那你们明星也挺不容易啊 可不是 又是一阵无声尴尬 我真是懂得如何把天撩死的 那个其实我还是你粉丝来着 我试图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是吗 怎么没见你来过演唱会 你票太贵 不光贵 还不好抢 下次演唱会 我请你来听 柳如烟嘴角扬起一抹淡淡的笑 双眼钉钉看着我 那 你能给我签的名吗 我突然想起兄弟交代的任务 找出照片和签字笔 行啊 柳如烟顺手接过 龙飞凤舞签上了自己名字 能再写句话吗 行啊 写什么 柳如烟笑得随意 我有点为难 支支吾吾开口 写 祝老公陈正越来越帅 柳如烟笑容一顿 突然黑了脸 陈正是谁 我 我兄弟 不行 你们粉丝都会喊偶像老婆 柳如烟眼神微动 眼里带着笑意 我硬着头皮回 但 但你别误会 我不喊 我又急忙解释 为什么 我就是 纯欣赏 他末地发出几声轻轻的笑 我又忍不住脚趾扣地了 那你喜欢哪个明星 他又抬头看向我 就那个张若南啊 你方便帮我要张签名吗 张若南是这几年爆火的女明星 又甜又美 我追了他好多句 并且他与柳如烟是娱乐圈里公认的好闺蜜 不少网友还经常磕他俩的CP 行啊 写什么 柳如烟语气淡淡的 挑眉看向我 老公林念最帅了 我眼神期待 可 可以吗 柳如烟顿是黑了脸 不可以 为什么 你们关系不是很好吗 我小心翼翼试探 现在不太好了他轻哼一声 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前两天还看你们节目了 关系还挺亲密 我那颗八卦的心就突然压不住了 刚刚 娱乐圈这塑料闺蜜情 林念同学 你不是说你是我粉丝 那张若南又是怎么回事 偶像 哼 没看出来 你还是个海王 这也能叫海王 我一天刷三个小时抖音 能爱上八十个美女 总之 那天的见面真的是 尴尬他妈给尴尬开门 尴尬到家了 柳如烟居然还跟我说 林念同学 今天跟你聊天很开心 呵呵 你开心就好吧 最后我还是没忍住 又将就是重提 那个 柳如烟 就是当年借你钱吧 真不用你还这么多 这顿饭也挺贵的 就当你还我了 你给我个账户 我给你转回去吧 我最近账户有点问题 就先放你那把 柳如烟淡淡回我 我算了算 光一天的利息 就比我一天的工资都高 真是人比人气死 这钱挺多的 存起来一天光利息就不少呢 要不先给你存个活期 行 柳如烟拿出手机 朝我晃了晃 不加个微信 可以吗 我还是投一次 加明星的微信 他忍不住笑出了声 还是明星主动找你要微信 那天 我加上了柳如烟微信 像做梦一样 可看了下账户那一串串的铃 还是真实的 我把那笔巨款找了个银行 存了起来 还送了两桶豆油 第二天上班 默于时刻突然收到柳如烟的微信 林念同学 能帮忙修几张照片吗 可以啊 然后便收到了他的一个系列写真 有的穿得很少 有的邮报琵琶半遮面 我在办公室偷偷打开时 瞬间红了脸 我靠 这不是柳如烟吗 林念 你从哪搞来的这么高清的图 地旁的同事扫见我的电脑屏幕 忍不住震惊 这身材 这曲线 嘶哈嘶哈 吊带这张绝了 我看着照片里的柳如烟 松松垮垮披着一件米色披肩 披肩下是白色的吊带 她微微仰着头 侧着脸 眼神灵动中带着一丝妩媚 配着凹凸有致的身材 满屏的荷尔蒙 对柳如烟的印象 其实一直停留在18岁的青春少女形象 如今脸还是那张脸 气质可真是不一样了 退退退 美色乱我心 我咬咬牙点了关闭 怎么样 柳如烟又发来一条微信 挺好 我摸了摸自己发红的脸回 那个 我把钱在银行存了定期 你什么时候能收款的跟我说 我给你去赚 我顺带提了一嘴那笔巨款 那她回道 存钱送了两桶豆油 你还要吗 要 能麻烦灵念同学送一下吗 我真就是客气一下 她一个大明星 竟然还差那两桶油 后来便是我吭哧吭哧拎着两桶豆油 去了市区最贵的住宅区 送货上门 简直了 外面可能会有狗仔偷拍 麻烦你了灵念同学 她接过我手里的油 招呼我随便做 我打量了一圈柳如烟的房子 房子并没有像电视里别的明星家那么大 装修也是简简单单的 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没有太多的生活气息 有点像样板房的感觉 很奇怪吗 她看出了我眼中的好奇 也没 我以为你们明星都会住那种四五百平的大平层 我解释道 一个人守着那么大房子干嘛呀 多空旷 以后结婚了可以考虑换个大一些的 她穿了套米白色的家居服 长发在身前披着 少了舞台上光芒四射的感觉 反而多了些青春少女感 你这个也不小啊 三十两厅结婚也够用啊 说完就后悔了 人家现在是明星 怎能用普通人的水平去丈量 我收起干大 向她摆了摆手 那东西送到了 我就先走了 再见 柳如烟斜斜靠在门边 双手还胸 朝着我轻轻扬了扬下巴 来都来了 吃个饭再走吧 好一个来都来了 吃就吃 只是我没想到 柳如烟居然还会做饭 几个家常的菜 她驾轻就熟 没多会就出锅上桌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 一个人住只能自己照顾好自己 她说的还有点委屈的样子 你 你们明星不都有生活助理什么的吗 我不喜欢被打扰 好吧 我好像真的不擅长聊天 亦或说是 我们差距太大 根本没有共同话题 每次谈话都熄火熄得很快 幸好 此时我妈的来电拯救了我 阿念啊 你二姨给你介绍了个对象 女孩是公务员 人温柔稳重 下周日你去见见了 我妈那大嗓门声音从手机里震出 妈 我在忙 改天再说 我捂着手机低声回 那你下周日一定要去啊 就在你们公司附近那个花园餐厅 知道了知道了 我慌张挂掉手机 尴尬扯起笑解释 那个 我妈 要去相亲 柳如烟垂着眼皮 加给我一块小排骨 阿对 她隐隐起身又盛了碗汤递给我 林念同学 你找对象有什么要求吗 阿 没什么要求 人好就行 我默默喝了口汤 味道净出奇的好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 柳如烟慢条四里的加了口菜 轻声开口 我并未多想 随口说道 挺好的呀 她然后很随意的又问了句 那要不咱俩试试 反应过来她说的是什么识 我一口汤卡在嗓子里 震惊的止咳 你 你说 柳如烟直勾勾的看着我 嘴角上扬 认真的说 我说 林念同学 要不咱俩谈个恋爱 我一时有点猛 脑子空洞洞的 表情也僵住了 时间过了几秒 我深吸一口气 哼 你别开玩笑了 柳如烟 你看我像开玩笑吗 柳如烟依旧直直看着我 眼神却是认真的不能再认真 咱俩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怎么 你来自火星 你不是说人好就行 我哪不好吗 她反问我 我心里一时乱急了 根本无法好好思考 你太有钱了 太漂亮了 有钱和漂亮怪我了 这也算缺点 她瘫了瘫手 表示很无语 我更无语 我一母胎所有的单身狗 哪经历过这种场面 缓了好久 我才敢支支吾吾开口 为什么是我呀 你身边应该不缺男生 娱乐圈那么多帅哥 况且这些年 跟她吵过CP传过绯闻的男性 没有十个也有八个 她包了一颗大虾扔到我碗里 因为你舍得给我花钱 这个答案我是真万万没想到 七年前你把身上钱都给我了 七年后你又把钱都给我了 别的我不懂 能舍得给我花钱的那肯定是真爱 柳如烟说的一本正经 但她说的好像也没毛病 七年前我确实偷偷喜欢过她 但随着她走得越来越高 越来越远 我们就是普通的同学关系 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而且我们好像也不是太熟 我无力解释着 我太熟 零念同学未免也太没良心了吧 柳如烟突然起身向我靠了过来 语气里带着微微不悦 你都为我留了吧 你竟然说不太熟 她指了指我眉骨处的那道吧 我一时慌张 又不知如何是好 那是我上学的时候打架留下的 记忆里那好像是我第一次和别人发生冲突 当年我和班里的一个男生 在宿舍里产生冲突后大打出手 那个男生肋骨骨折 我眉骨处缝了三针 具体是原因当时她在宿舍看那种电影 跟别人说里面那个女生像柳如烟 又说了不少屋檐汇吕 所以我就把她揍了 这种是越传对柳如烟越不好 老师封锁了消息 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 柳如烟脸上浮现出一丝浅浅的笑意 双眼抬头看向我 明白了 嗯 我们升回 她眼神向上方转了转 似是思考了几秒 又轻笑看向我 还有某人陪我一起被罚站 我哭得跟个二傻子似的 是谁陪着我呢 罚站的是我记得清清楚楚 因为那是为数不多和柳如烟独处的机会 当年的数学老师恰逢更年期 脾气坏得很 她的课没人敢造词 可就是有一回 她要讲试卷 柳如烟的卷子忘在了家里 她非说她是故意的 然后罚柳如烟去教室门口站着 并且在讲台上恶狠狠地放话 没带的都给我出去站着 然后我便晃晃荡荡出去了 第一次被罚站 她一直就在教室外小声哭 嘿 至于吗 我在旁边打去她 她没理我 她就一直哭 我在旁边就看着她笑 后来在我在她手里塞了几块巧克力 说 请你吃糖 现在想起来 还是觉得有点激动 她接着说 后来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我在你的课桌里发现你带卷子了 她脸上露出一抹脚侠的笑容 嘴角扬起一丝暧昧 林念同学 那天你带了 我一时震惊又慌张 啊 所以我们关系不熟吗 她缓缓抬起头 明亮的眸子望向我 我一时失神 这么熟 也算知根知底 反正咱俩都没缘要 不如凑合一下 谈个恋爱 我脸上的通红 一时停在那 呆呆地犹豫了几秒 谈就谈 反正我又不亏 我还没谈过明星呢 柳如烟忍不住笑出了声 轻笑着拍了下我的脑袋瓜 傻子 就很奇怪 我拎了两桶豆油来 换了个对象 直到我牵着柳如烟下楼 她开车送我回家 一路上我都感觉像做梦一样 到家躺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忍不住给兄弟发了条微信 狗子 我有对象了 她秒回 我还有老婆了呢 娱乐圈里的美女全是我老婆 就你那高中同学柳如烟 她是我的原配 爱不对 你不会真背着我有对象了吧 林念 谁啊 你原配老婆 你俩还真在一起了 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就在一起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还是猛的 什么怎么办 那可是柳如烟那兄弟 他稳计怎么样 身材如何 没到那一步 那抓紧啊 快去推倒他 有朝一日我竟能看到自己兄弟 和女神谈恋爱 兄弟好像精神有点不正常了 她开始每天一句问候 今天林念同学推倒柳如烟了吗 没 不是我不推 是真没机会 第二天柳如烟便去外地录节目了 然后我们刚刚确定了关系 就秒变异地恋 而她的工作时间又不固定 有时候微信发了好久才回 她会在休息室给我打电话 说些暧昧的话 说得我有了反应才肯把休 倒是会收到她订的外卖 寄的快递 都是挺贵的东西 我不要 她还不乐意 我握着手机 又总觉得极度不真实 不明白谈恋爱就是这样 我在手机上搜索着 关于柳如烟的新闻 热门里突然跳出一条 柳如烟肚子疼藏不住的爱意 配图是最新节目的路透 杜子疼讲着话 柳如烟侧头笑着望着她 评论区都在说 柳如烟看杜子疼的眼神都拉丝 杜子疼是心静的流量小声 很多网友刻她和柳如烟的CP 那张照片越看越刺眼 我打开微信给柳如烟发了句 什么时候回来 她好久没有恢复 人在极度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便会胡思乱想 我开始翻着她一条条的动态 做阅读理解 又脑补着是不是此事 正在和某个小奶狗眉来眼去 那天她说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话 使人很难不多想 想着可能当年她是喜欢过我的 可是清醒过来后发觉 就算喜欢过又能怎样 18岁一无所有 什么都不懂的年纪 谁会一直挂念 况且她是柳如烟啊 用兄弟的话说 那是亿万男生的梦 她见过那么多美姐 见过那么多帅哥 又怎会对我念念不忘 可能那天不过是觉得好玩 逗逗而已 或者说觉得新鲜想尝试一下 要说走到最后 我自己都不相信 人就是这样 思想一旦陷入怪圈 就会不停乱想 我找出了我们的毕业照 18岁的柳如烟 站在我的身前 甜甜笑着 我想起那时 两个人遇见后 我总是会下意识低头 可能喜欢一个人 会下意识自卑吧 以前是 现在也是 我没忍住发了的动态 所以 故事的最后是我们连一张单独的合影都没有 困住我青春的人 始终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过了会 情绪好多了 又反手删除了那条动态 自己一摸完 矫情完就算了 没人会共情你的情绪 打开手机 刷了几个兄弟分享的扬言小视频后 心情瞬间好多了 阿念 晚上六点 花园餐厅记得去啊 人家小送在那等你 我妈忽然给我发来一条微信 提醒我去相亲 我早把这查忘了 妈 我不想去 人家没人说了 这个女孩是公务员 27岁 身高1米67 温柔又稳重 条件特别好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点 马里的给我去 我咬咬牙 去就去 他能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 我就不能和别的女人烛光晚餐吗 事实证明 没人的话呢 都是用了修辞手法的 传说的这个小宋 嗯 怎么说呢 身高 蹦起来应该有1米67 27岁的发量 还没我妈的多 是挺踏实稳重的 给快200斤了 这姐们还特地穿了剑井身衣 坐在椅子上 像米其林轮胎 尴尬的是 她团了个劝 但是节假日不能用 然后和店员吵起来了 那个 宋小姐 要不就算了 我硬着头皮劝了她一句 我这个人是个讲道理的人 但今天为你破一次力 少先生 我对你印象还挺好的 本人比照片好看 虽然你没编制 但我不介意 要不咱俩处处看 合适就结婚 这世界奇葩还真多 我甩下一半的饭钱 你很好我不配 转身就走 那姐们竟然追了出来 让我有点烦躁 灵 念 毕生清脆拖着尾掉的声音传来 我寻声望去 柳如烟站在一辆纯黑色跑车旁 戴着一顶遮阳帽 朝我招招手 过来 她语气中带着些不耐烦 我一时有点心虚 但一想 是她先不安分的 我心虚什么 我慢慢挪到她身前 她抬头 忧愿的眼神盯着我 干嘛呢 我抿着嘴 相亲 她忽然冷冷轻笑一声 抬手掐住了我的耳朵 灵念同学 你这样 让我有点难办了 她喃喃自语着 突然点起脚亲上了我 我一时又急又怕 她没戴口罩 被人认出来怎么办 我轻轻推开她 爷 有人 一旁的相亲对象 早已惊得不行 你 你这对象长得跟明星似的 跟我来相什么亲啊 无奈之下 只好红着脸 将柳如烟抱到车上 刚那一幕 吓得我要命 柳如烟沉着脸 躺在我怀里 染着怒气的目光 依然停在我的脸上 她哪比我好 我既难过又有些气 想了想几出局 她有边 柳如烟一时被我气得 哑口无言 转而嘲讽道 长得都能当你妈了 岁数大的会疼人 我不甘示弱回她 这是嫌我不会疼人 接着 她发动汽车 发动机声音嗡嗡响着 我有点慌 你 你干嘛 换个地方 好好疼疼你 她声音微凉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几个意思 有女朋友了 还来相亲 她眼底抹过一丝寒意 是你先跟别人 没来眼去的 我将那个八卦新闻 扔给她自己看 她看完直接笑出了声 直接拉住了我的手 吃醋了 她带着笑娇妹的声音 荡在我耳边 麻麻的 我一时心愿意马 没 林念同学 以后有问题 直接问我 不要自己脑补 然后她打开手机 翻出一段视频 是他们节目的花雪 我没看她 我在看饭 原来是在杜子疼旁边 几个工作人员在做饭 那时他们录了好几个小时 饿得要死 不是看杜子疼眼神拉丝 而是看饭馋的 听完这个解释后 我又忍不住笑了 我跟杜子疼私下都不熟 很多都是为了炒热度 还有之前的一些人也是 其实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 就像七年前 我们断了联系 当时拿了冠军之后 稀里糊涂的就签了个经纪公司 什么都不懂 合约七年 不能谈恋爱 要保持单身人设 所以那时候就没再主动联系你 你倒好 竟然也没再联系过我 柳如烟耐心的给我解释着 还不忘打拒我 我有点不好意思的低下头 她轻笑一声倒在我怀中 说吧 你这脑袋里还有什么问号 你当年为什么给我背住傻子 她无奈看我一眼 眼底闪过一丝温柔 那我问你 为什么我一去你那收作业 别人就起哄 为什么老师同时念叨 我们两人的名字时 总会有人哄笑 我问为什么 柳如烟无奈摸了摸我的脸 叹息一声 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你 只有你不知道 傻子 她正正地望着我 眉眼微弯 终是说出了那句迟来的告白 林念同学 我喜欢你 我的反射弧可能太长 回过神时 又哭又笑会她 我也是 好幸运 我们的暗恋是双向的 那天 柳如烟带我去了一个游乐场 只有我们两个人 她说想和我做情侣约会时 做的所有事 夜晚游乐场的烟花 绽放在天际 她眼里盛满了漫天星光 林念同学 要是你像高中那些男生 一样给我送情书的话 我们早在一起了 还有我不喜欢吃巧克力 是我知道某人喜欢吃 故意送你的 毕业后 爸妈不让我学音乐 断了我的钱 那时候我就想 如果林念借给我钱 我以后一定回来嫁给她 其实刚开始那几年挺累的 又要上学又要练习 还要炒热度 圈子里真真假假 有时候也会后悔 为什么选了这条路 但最后也总算 没有辜负自己的努力 你看 要是没有当年你的那520块 也不会有今天的柳如烟 那天 她跟我说了好多好多话 我明白了她的心意 更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从那以后 我也没有再患得患失了 她是公众人物 很多时候 并不能像平常的情侣那样 约会秀恩爱 所以我们的事 除了我兄弟也没人知道 最先怀疑的是我爸妈 有次回家 我成天抱着手机不撒手 我爸拧着没瞅着我 你刺个牙在那月什么呢 手机里有啥迷成这样 我小心意试探 那个爸妈我谈了个对象 干啥的 有编吗 我爸妈就是典型小市民思想 从小生在体制内 就觉得不孝有三 无编为大 她是小领导 也让我一定找个门当户对的 她是唱歌的 那那行 也没个正经工作 唱歌能帮你啥 就是她唱歌挺多人听的 还开过演唱会 那咱镇上的二鸭也是唱歌的 成天十里八乡的红白喜事上 开演唱会 一天天穿得跟精神小妹似的 连个老公都找不着 不是她长得也好看 好看能当饭吃 就骗骗你这样傻乎乎的 她唱歌能唱出花来 你找个没工作的 你一个人怎么承担起家 我也是万万没想到 柳如烟竟然有一天会被嫌弃成这样 假期在家窝着刷快乐小视频 柳如烟加班加点录节目 一对比 射出美滋滋窃喜 想我没 柳如烟温柔的嗓音从手机传来 想了 想就下来 啊 你楼下 我套着睡衣 顶着鸡窝头一路小跑下楼 好可爱 她穿着陆宗一时的粉色衬衫连衣裙 我一只手搂着她的腰 灵念同学 想我了就主动一点 她坏笑着指了指自己的嘴唇 我红着脸靠近 本想蜻蜓点水 但她却反客为主 加深了这个吻 就当我俩亲的天旋地转时 一声尖叫打破了气氛 住 住嘴 我一转头 妈妈呀 我妈妈怎么来了 更要命的是 我爸已经要走过来了 你俩给我滚上来 我爸咬着后槽牙 这就是你找的那个唱歌的 我爸阴着脸 我俩像早恋被抓的中学生 叔叔您好 我叫柳如烟 是阿念高中同学 我爸斜了他一眼 长得是挺招摇的 我爸顿了顿 又开口说道 但你没个正经工作也不行 我们家不能接受你 我告诉你 我们这彩礼很低 我爸转了转眼珠 犹豫了几秒 伸出两根手指 只有两万 一副别来沾边的表情 叔叔 我们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至于彩礼 我不需要阿念给我 结婚要用的钱我都给阿念了 柳如烟笑笑 礼貌回答 啥 给了什么 我爸横眉一数 五百二十万 我爸像听了笑话一般直乐 还五百二十万 我都地主欢乐都都没这么多 爸 是真的 我弱弱插嘴 我拿出手机 找出网上关于柳如烟的视频 递给我爸 你看 长得像不像他 我爸狐一接过手机 对比了好一阵 挠了挠头 又递给我妈 我妈又确认了好一阵 没错 是他 不是儿子 你找个明星啊 一阵兵荒马乱后 我爸顺了顺大起大落的心情 缓缓开口 你们的事 我不同意 我家不图你钱 你们两人差距太大 你们那个艺术圈也太乱 我儿子太单纯 跟你在一块 他抬不起头 柳如烟握紧了我的手 不卑不亢解释 叔叔 我和林念 我喜欢了他很多年 他也一样 我们不是一时冲动 我们都是想好好在一起的 这些年我攒了些钱 结婚后 我准备陪着他 做点他喜欢的事 请您放心 我会好好对他 最后 我爸没再说什么 尽管柳如烟反复保证 送柳如烟下楼时 我终是没忍住开口问他 你真的想要结婚了 他理所应当地回 不然呢 你不想给我名分 我一时乃然 可细想 他正在最好的年纪 又是一人 这个时候结婚 是要引婚还是怎样 我终究还是没有再问 而是把手里紧握的钻戒 放进了口袋 他低头笑着 靠住我的胳膊 都交给我就好 他从口袋掏出一张卡片 放到了我手上 说好请你听演唱会的 林念同学 我定睛一看 是一张演唱会门票 我知道他最近在筹备新歌 很多人都很期待 我曾问过他 新歌是什么 他神秘兮兮的不肯告诉我 直到发布那天 我看到热门话题 柳如烟新专辑声声念念 他那天发了条微博 谁说我们没有单独的合影呢 我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回头了 配图是一张 他穿着校服 比着剪刀手笑的自拍 而画面里还有一个 穿校服的背影 就是我 他说 林念同学 我和你的相遇并不是偶然 是我处心几率想碰上你 我望着照片里 18岁的柳如烟和林念 笑着笑着就哭了 真好 我的暗恋原来一直有回声 柳如烟的十万人演唱会 在城市最大的体育馆举行 那天人潮汹涌 尖叫声欢呼声 此起彼伏 我坐在第一排 笑着听完他一首又一首的歌 最后一首歌 是声声念念 一曲完毕 他站在台上 追光灯打在他身上 整个人都在发光 他深呼了一口气 缓缓开口 大家好 我是柳如烟 谢谢你们来听我的演唱会 现场顿时一片 此起彼伏的欢呼 这首歌是写给我的男朋友的 当年他借给我520块钱 我坐车去参加了选秀 后来才有了今天的柳如烟 他毫不掩饰地望着我 眸光中 嘶嘶吕吕满是温柔浅犬 在娱乐圈打拼七年 谢谢你们喜欢听我的歌 这是我最后一场演唱会 我宣布 从今天起 退出娱乐圈 现场一片哗然 没有人会想到柳如烟 为何会在巅峰时退圈 他拒绝了所有的采访 禁止将我从后台带出 我的思绪还停留在 他的退圈发言里 也为刘逸他将带我去哪 柳如烟 为什么 原因有很多 比如我不想爱好成为职业 不想晚饭吃不饱 不想自己和身边人的言行 被拿来放大议论 不想男朋友休假使我加班 我想我们像普通情侣那样 一起去吃饭 去约会 去旅游 去做任何想做的事 可是他不由分说 牵起我的手便跑 最后我俩类的气喘吁吁 停在一个地方 林念同学 还记得这吗 他带我来到了学校 操场上的那条路 是我经常遇到他的那条路 也是毕业时 他将我手机里备注改成 全天下最漂亮的柳如烟的那个地方 每次遇到他 我都会下意识低头不敢对视 但每天都会等他 他每天七点十分左右路过着 我每天七点来 就为了在这等遇到他的那几秒 我低头 他回头 我单膝跪地 手指捏着早就准备好的钻截 七年的时间 我本以为我这辈子错过你了 但你再次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时候 我就下定了决心 我要追回我的女孩 我要娶你 如烟同学 我们结婚吧 他笑得眉眼弯弯 眼里水光淋淋 最后忍不住哭了 傻子 我愿意 我把戒指套上他的手指 开心地笑了 广播站响起了他的那手生生念念 歌词的最后一句是 你是我青春的念念不忘 我是你暗恋的生生回想 柳如烟退圈后 一时新闻铺天带地 好在娱乐圈的热度和新闻都是一时的 时间久了 便悄无声息了 这几天 小日子本来秘里调油 结果我非要做死偷看对方手机 本以为我能挖出点什么料 不料柳如烟的朋友圈 竟然跟她的脸一样干净 失望 我就不一样了 她不仅看到了 我那怨种兄弟给我发的那些虎狼之词 然后打开某短视频软件 刷了几十个 全是妹妹在扭腰 大数据可真会精准扶贫 不仅如此 她还挖出了我在某个快乐小视频下的评论 这是我今天爱上的第108个女人 谁能告诉我大腿摸起来是什么感觉的 兄弟好死不死还添了把火 灵面同学今天推倒柳如烟了吗 我在一旁苦笑呵呵 底气不足解释着 都 都是玩笑 早知道你这么急 我就不忍着了 柳如烟声音妩媚 眼神传情勾人 光过眼影有什么用 她嘀嘀地笑 趴在我胸前 自己感受一把真实的 我人没了 今夜无眠 美色误我 不过柳如烟最近也有自己的苦恼 这不我带她回家了 饭桌上一堆七大姑八大姨 一见柳如烟便开心地喊 呦 咱家大明星回来了 我妈招呼她 柳如烟 你二姨特地来听你唱歌来着 快给她唱一首 如烟同学揣着小手 又乖又耸地坐在小胆凳上 唱着她的流行金曲 几个大姨大婶议论纷纷 是比镇上二鸭唱得好听 啊 还是爱听凤凰传奇 她向我递来求救的眼神 我直接无视 早已笑得直不起哦 还笑 看我回去让你跪搓一板